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 经过前面15节课的讲解 咱们JBPM的一个初级讲解部分已经全部完成了 就包括这几个 我给大家总结这节课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整个前面讲解的一些内容 前面主要开头讲了一个JBPM的一个 整个这节课的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作用 一个大纲 然后讲了一个环境搭建 包括JBPM,Spring,SpringMVC 包括Hypernet 虽然咱们Hypernet的一个是目前来说还没有用到 只不过这个Hypernet是包括咱们JBPM原生底层用的Hypernet 前面环境说是还要用到一个EUI的一个环境 咱们EUI在初级里边是没有出现过的 咱们在高级里边会讲到 后边紧接着是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实例 一个简单实例 接着是咱们讲到的一个JBDL 是JBPM的一个语言 是一种BPM的一种语言规范 是为了定义这个流程规则用的 接着是JBPM初级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概念 包括重要的一些步骤 这个里边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要记住这么几点 就是一个就是如何部署流程 第二个是如何发起流程 第三个是如何去完成一个流程 任务节点 Task节点 然后在完成过程中 我给大家讲的几个特殊的节点 包括Design for each 这两个非常重要 然后顺便讲了一些流程的一些其他 细致末节 什么流程变量了呀 包括的查询流程列表了 这些都讲到了 有了部署 有了发起 有了完成以后 最后讲到了流程结束 这个整个就有开头 有经过 有结果 整个这些一个流程 整个的生命周期 然后就讲完了 讲完生命周期以后 就开始讲那个流程历史查询 我能既然这个生命是有过的 曾经有过的 所以说咱们肯定要是 有些痕迹在里边的 咱们需要去统计 要去追踪这个历史 所以说JBPM也给咱们提供了 History Service 然后让咱们查询历史的一些节点 历史的一些 包括一些情况 包括咱们前面要看到的一些时间呀 什么的都能拿到 这个整个就是咱们JBPM 初级里边的一些 讲解的一些知识点 总之 初级里边的一些知识点 还是比较基础的 而且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是咱们后边讲到高级里边 和业务系统整合也好 包括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也好 是他们的一些基础 如果你想学习高级的 必须把这个初级的 来理解的非常透彻 以后 咱们再去学习高级的内容 我希望是 就是咱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 不光要去看 听我的讲座 听我的讲 我更多的是要手动的去 一点一点的去敲这个代码 我我也 大家看到了 我在讲解的过程中 我都是一点一点的敲出来的 就大家 节奏也不是很快 这样会 能让大家去 也跟着我去把代码敲了 总共也没有 没有多少代码 一个类大概也就是 最多100个100行代码 然后加起来也就不到1000行代码吧 这些代码敲下来 大家会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整个GPPM的初级阶段 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部分 咱们去会讲一些高级的业务特性 这个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正式的项目中 必须要用到的一些特性 我给大家把这些我的经验分享出来 咱们初级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